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tney 聖诞节快到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做个苹果批 温暖过聖诞 每个聖诞节我都会做个苹果批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 和Jarrett都很喜欢吃 所以一天一个不用争 这个食谱又容易做又好吃 那我们开始吧 那材料呢 我们准备六个苹果 三个Honey Crisp 和三个Granny Smith 因为苹果批已经很甜 所以我喜欢落Granny Smith的苹果 去平衡味道 接着我们需要两汤匙无盐牛油 半杯糖 四分之一茶匙盐 半茶匙的肉桂粉 四分之一茶匙的All Spice 两个汤匙棉粉 两个茶匙粟米粉 一只蛋慢慢发 最后我们要两块馅饼皮 大概九寸延成的皮 简单点 暂时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 首先我们要把焗炉 调至425度 然后我们要批了苹果皮去 接着我们要批了苹果皮去 接着我们要批了苹果皮去 之后将它们切一件件 切完 知道吃不吃苹果皮 好 现在我们将焗炉开中大火 弄溶牛油 之后加入苹果 然后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将香料 盐和糖混合在一起 然后滲下去继续搅 已经开始很香了 搅拌均匀 然后慢火煮多5-7分钟 直到苹果开始淋 你看苹果开始出碎了 好了 之后就 把面粉和粟米粉 放在苹果里 慢火煮多3-5分钟 好 重点是来不来 搅拌一下 如果你想淋一点 你可以煮久一点 好了 煮完熄火 之后将苹果馅 放在烤盘上 等它放冰 好 放在旁边 好 苹果馅摊凍完之后 我们可以在冰箱里 拿一块皮出来 滴到平位置 切一条条 切一条条 之后将面条 切一条条 轻轻捏一捏 批边 如果不是面条 和馅底会分开 那就没那么漂亮 扑点蛋汁在批面上 之后灑点糖上去 好 把批放在烤盘上 放在烤锅中 等它烤二十分钟 等它烤二十分钟 之后较温度到画室 三百七十五度 烤多三十至四十分钟 ilda 煮一盆 三百五度 碎chlagen 我想嘗嘗味道 但至少讓它冷凍兩小時 現在是時候去嘗 嗯 好味 但少了點東西 雪糕 今天就是這麼多 聖誕快樂 下次見 拜拜 And that's a wrap MING PAO CANADA